哈囉大家好我是滴花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10話 情報2 索隆打敗陸基並沒有全力應戰 沒有戴上頭巾就贏了 破200讚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這情報是有關於兩位對戰的內容 陸基對索隆說他感到了一股很有意思的霸氣 他很想去確認 但他還在跟索隆戰鬥 這霸氣沒意外就是無聊型的 聖平正透過電話蟲與香吉士對話 聖平看到索隆和陸基還在打架 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了香吉士 香吉士發表了一些嘲諷的言論 並稱索隆是雷墜 索隆聽了這話顯得很生氣 陸基使用了斑 這招是他在與尼卡魯夫對戰時使用的招式 但沒有打中索隆 索隆閃躲並使用了新的招式 三刀流胡武婆鏢獸 這是基礎的三刀流 胡武婆是佛教八寒地獄之一 看來索隆又使用了鬼側的招式了 值得一提的是 索隆在完成與陸基的對戰後 並沒有帶任何的頭巾 為什麼會提到頭巾呢 因為索隆幾乎每一場權力對戰 都會帶上頭巾 沒帶頭巾意味著一件事情 那就是這場對戰 索隆是沒有太大壓力的 也就是實力沒有落後魯夫太多 緊吹齊齁 這樣對戰打了好幾話 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索隆如果再拖下去 或者是平局的話 那麼索隆的實力可能就追不上陰眼了 但看到這裡我就放心了 為什麼要在這幾話讓索隆幹掉陸基呢 應該就是想趕在索隆生日11月11號 也就是1111號 很可能會讓索隆搶進風頭 你可能會說 欸陸基都倒了 索隆還有什麼劇情啊 大家別忘了 這次來的五老星裡面 有一個高機率拿著初代鬼側人物 而索隆手上拿的是三代 代表這兩人很可能有一戰 這種數字對應 也是魏田很愛用的手法 最後想替陸基說幾句話 陸基真的有點可憐 本來以為他最佳理想對手是薩波 因為不管陣營或者是地位 他們都非常適合 但是半路遇到劇情需要成長的索隆 而他戰敗就代表他與薩波的對戰 可能不會實現的 就算實現也是薩波的升級包 下週不休看 我們下期報見 掰掰